主料,豆角200克,剩饭一大碗,鸡蛋三个,辅料,橄榄油,盐,葱,芝麻油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好食材,剩饭,鸡蛋,豆角,葱,豆角切小粒,葱切葱花,鸡蛋打入碗内掉入少许水少许盐,以及少许芝麻油后打发均匀,烧热锅,倒入比炒菜多一些的橄榄油, 倒入鸡蛋酱,炒的时候拿起锅晃动,让鸡蛋酱均匀受热,然后用锅铲捣碎,盛起,锅里继续倒入少许橄榄油,放入豆角,大火炒,掉入少许盐与精水,炒到豆角熟透,盛起,再次倒入少许橄榄油到锅里,将生饭倒入,边炒边掉入适量盐水,炒至生饭熟透,将炒好的豆角鸡蛋倒入, 搬炒均匀,再倒入葱花,日炒均匀即可熄火,烹饭技巧,一,炒饭一定要剩把炒出来才好吃,二,豆角一定要炒至熟透,三,最后才放入葱花,而且不要炒过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